宜蘭縣政府委外經營的 礁溪溫泉森林風呂 7年前爆出了私售票券 因此終止合約 床商不服申請仲裁 縣府敗訴 業者在去年重新取得了經營權 但最近又被發現了 業者發出的預售票券 違反了消保法 依法裁罰3萬元 宜蘭礁溪湘森林風呂 2016年爆出私賣票券爭議 業者不服走法律程序 縣府仲裁落敗 在2019年10月 將經營權交還廠商 如今廠商卻再爆出票券违法事宜 縣政府公開發文 接火民眾檢舉 經調查後 發現業者發行票券 沒有銀行信托 且依銷保法不能註明使用期限 裁罰3萬元 業者無奈喊冤 民眾檢舉的部分 它政府的部分可以循程序 我今天利用票去money行銷 把很多客人拉到提籃來 我本一年我還要交給政府的租金 這年虧七百萬把它扛起來 溫泉公園原由縣府經營 年年虧損七百萬元 後來委託廠商經營 這回二度捲入票券爭議 針對預售票券的這樣的管理 它應該屬於有價證券 也就是這樣票券 它應該是跟現金等同價值 無論它時間到期與否 不應該任意下殺 因為契約的期限關係 把它定為使用期限的主要影響到消費者權益 縣府表示業者未經信托 就發行九千張票券 會請業者改善 否則將暗刺開罰 這次業者仍舊認為不合理 雙方再度展開法律攻防 記者宜蘭綜合報導